第133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展区 记者4月17日在该展区看到 纯电动汽车 无人驾驶小巴 会飞的汽车等新能源汽车产品纷纷亮相 整个展区科技感满满 吸引不少海外采购商争相体验 在广交会展馆内 一款没有方向盘 没有刹车踏板 也没有驾驶舱的蓝色小巴备受关注 广州文远知行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亦华告诉记者 该小巴最高速度达每小时40公里 一次充电可续航近200公里 能够满足城市道路出行 公交线路接驳等方面的使用需要 那广交会开以来 现在有很多的外国客商 到我们这边这个无人小巴车来询问情况 打卡 拍照 他们也非常的对中国的自动驾驶的这个品牌和技术非常感兴趣 尤其对像我们已经把自动驾驶 像公交车 环卫车等等 已经在我们的这个社会生活应用中已经开始使用了 他们表示非常的惊叹 也希望这种优秀的自动驾驶的品牌和技术 能够服务到他们的国家和地区 让他们的这个交通出行更加便利 高效 便捷 绿色 环保 在东风风行展位上 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商奇隆 饶有兴趣地体验纯电动汽车 风行雷霆 现在中国有差不多600多个工厂 电动汽车的工厂 低速 高速 然后呢 我感觉好多新品牌 大品牌现在已经转出来了 实际上我们去哪个国家都可以看到他们的产品 我自己我已经上了差不多八千台左右 我要自己采购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相关义务负责人杨勇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难掩激动之情 他表示风行雷霆目前已出口至欧洲多个国家 目前呢 我们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出口形势是一片大好 而且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技术的领先 我们在出口方面也取得了很多的突破和进展 尤其现在我们中国新能源汽车往欧洲 以前我们是觉得很难以到达的一个市场 我们现在也出口到这些市场了 包括像我旁边的这款车型叫 是我们的最新款的纯电的SUV 这款车就出口多个欧洲国家 而且也有非常不错的销量 以及很好的评价 首次参展广交会的开卧新能源汽车集团 协纯电车型SKYWELL 620尊享版亮相展馆 该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第一季度SKYWELL海外销量超过3000辆 今年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 进一步开拓欧盟 俄罗斯及中东等市场 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还是第一个就是说 可能现在很多市场还没有开展起来 然后在一些大的区域市场 比如说欧洲 中东等区域 因为每个国家的认证标准各方面的话 要求是不一样 然后我们在样车到批量之间的话 是需要很多测试验证 那么我们也是在加快推进的话 我们的产品能够快速地 能够到市场经过市场的挑战和认证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3年3月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保持较快增长 产销分别达到67.4万辆和65.3万辆 其中出口7.8万辆 同比增长3.9倍 今年一季度 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4.8万辆 同比增长1.1倍 应来开门红